对于东吴偷袭荆州一事 历来巨颂纷纷 褒贬不一 东吴歌派鲁素与鹰派吕蒙的优劣 也是三国史最常见的话题之一 本次从战略形势出发 分析大事之下 孙刘的荆州之争不可避免 鲁素也好吕蒙也好 无非是方式方法的区别 三国演义终有这样一个情节 建安二十四年冬 东吴夺取荆州 擒杀了关羽父子 在之后的庆功宴上 偷袭盟友的吕蒙被关羽的亡魂上身 大骂孙权后倒地而亡 吕蒙的死在小说中可谓大快人心 因为他欺骗关羽 趁虚而入 偷袭荆州完全是小人作为 而在三国制中 吕蒙呈现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折截读书 截好同僚 不计私愿 吕献其策 甚至陈首称他为有国士质量 唐素宗时期所立的 武城王庙六十四将中也包括吕蒙 那这位有国士质量的大将 为什么会成为三国演义中的奸诈小人呢 因为吕蒙曾经做过一件较有争议的事情 就是吕子明白一渡江 白一渡江成功后 东吴不仅从刘备集团手中 夺取了战略要地荆州 并且秦杀了其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以拥流返曹为创作基调的文学作品 在白一渡江这个事件中将吕蒙刻画为一个偷袭盟友 目光短浅的小人形象 从文学角度上讲 这样的人设和情节安排非常的精彩 而在三国制中 白一渡江则被陈守称为 是吕蒙一生干的最漂亮的两件事之一 一直以来 对于吕蒙这个选择是否值得 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以下抛开演义 仅分析正事中 吕子明白一渡江这个事件 对于吕蒙所属的东吴集团 究竟是破坏联盟的蜀木寸光 还是谋求发展的断石军纪 在赤壁之战之前 迫于北方强大的曹操集团的压力 孙权刘备两家选择结盟 初期因为有共同的强敌 所以联盟应当是比较稳固的 但是当战后三分天下的基础奠定之后 两家战略规划的分歧慢慢体现出来 刘备集团以匡夫汉氏为己任 以北伐为使命 而孙权集团则很早就打算要 剑号帝王以图天下 可以接受暂时锦在南面称姑 所以东吴的北伐压力相对较小 也就不会把身家性命全部都堵到北伐上 甚至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考虑同北方的曹操集团合作 因为孙刘联盟双方最终的理想并不完全相同 所以两家不会永远是一路人 当曹操集团威胁到东吴时 孙权选择了和同样较弱的刘备方面结成联盟 但是面对刘备集团 尤其是在其攻取西川定下汉中之后 东吴来自长江上游的防守压力急剧增大 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对于孙权集团而言 不论是南面称姑还是一土天下 自保都是最首要最重要的 想要北伐也首先要自保 而东吴只有占有荆州才能有自保的资本 才能与其他两家抗衡 否则三家发展下去 东吴可能是最先被灭掉的一家 那荆州对东吴究竟有多重要呢 首先荆州的地理位置 是北靠汉水免水 东面和吴郡会积郡相连 西边和八郡蜀郡相通 这是长江上游的重要屏障 咽喉要地 东吴守住荆州就能守住 从长江上游顺江而下进入东吴的水路 这对于东吴的防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代的很多南方政权 并不是被直接横跨长江而来的敌人消灭 而是无法抵御来自长江上游的力量 比如圆灭南宋西进灭屋 最后西进灭屋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王俊楼传下一周 因为东吴没有按陆炕的要求 加强在西陵建平的防守力量 最终使敌人泛州顺流 逐炉千里 兴奔电脉 恶然行至突破荆州 顺利灭屋 而这一切和东吴最后的名将陆炕 去世前所预料的完全一样 所以战友荆州是保全整个东吴政权的 重要一环 东吴占有荆州的话 在防守的同时还可以试图进取 比如以江陵为据点北伐 甚至可能很多年以后 如果有向西岩展的需求和机会 东吴也存有向西突破的资本 除了政治上的优势外 因为北方战乱 部分北方人南下定居在荆州 给这里带来了很多人口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促进了荆州经济的发展 而且荆州人才虽然被曹操带了很多去北方 但还有一些留在荆州 东吴只有拿下荆州才能获得这些优势 荆州固然重要 但不论东吴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夺取荆州都免不了会伤害到盟友刘备的利益 甚至可能会导致联盟的破裂 两家之间任何形式的内斗都不利于联盟共同北伐最强的曹魏 那东吴为什么还是冒着破坏联盟的风险 执意要攻取荆州呢 关于这个问题 有些看法是吕盟偷袭荆州 使得联盟破裂彼此消耗 削弱了北伐曹魏的实力 所以联盟破裂的锅要由吕盟来背 但是我们认为在白衣渡江之前 孙流联盟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是东吴统破了这层窗户纸 从赤壁战前到白衣渡江前这段时期 孙流两家处于联盟状态 但是这个联盟是极其不稳固的 期间发生了很多摩擦 咒语要求软禁刘备 孙小妹要带阿斗回屋 吕盟智取三郡 关于骂退孙权求婚使者等等 尤其是在吕盟智取三郡之后 刘备关于都提兵而来 大战一触即发 好在曹操突然攻打汉中 刘备赶紧与孙权讲和 以香水为界 两家并没有公开撕破脸 但其实这个时候的联盟几乎快要崩溃 而暂时的讲和并不意味着 荆州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孙流联盟这样貌合神离的关系 就连他们联盟要对付的曹魏集团 都是心知肚明的 于是相反之战期间 曹操就提出与孙权合作 而孙流两家不断起摩擦的核心就是荆州 所以不彻底的解决荆州的问题 孙流联盟就不会达到真正的稳固 而在东吴夺取荆州 打赢一陵之战 重创刘备集团之后 刘备集团没有能力和机会再从东吴手中夺回荆州 所以在一陵之战之后 重组的孙流联盟是非常稳固的 而且这样孙强流弱的联盟状态正是东吴想要的 虽然夺取荆州的行为确实极大的伤害了联盟的整体实力 但出于东吴的立场又无可厚非 这次白衣渡江偷袭荆州的大事件并不是吕盟如何 无视联盟的个人想法 而这是符合东吴整个集团规划的 在1800年后 我们只能从仅有的史料中抽丝包茧分析当年的情势 所以并不一定会比当时身在其中的东吴将领们看得清楚 在吕盟向孙权提出夺取荆州相关计划的时候 孙权表示完全同意 而且当时确实并不适合出兵徐州 除了孙权吕盟之外 东吴的陆逊和权从也不约而同的 分别向吕盟和孙权提出了这时正式偷袭关羽 攻取荆州的大好机会 贾许有评价约孙权时虚实 路易建兵时 在当时的情况下 东吴的几个大智囊都认为 现在应该夺取荆州 而且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所以站在东吴的立场上 这样做是符合东吴这个集团整体发展规划的 建安24年 刘备的势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关羽又发动了相反之战 在前线水淹七军秦渝进展庞德 威震滑下 打到曹操可能都想迁都 其背后却留下了一个空虚的后方 和一众离心的手将 而关羽自身的性格弱点 又被东吴看在眼里 这样天赐的机会 东吴最终还是选择抓住了 在发生白衣渡江时 孙刘联盟东吴方面的最大促成者 维持者鲁肃已经去世 而接替他掌管荆州事务的就是吕蒙 所以有些看法说 鲁肃如果还在 一定能阻止白衣渡江 联盟就不会破裂 我们认为鲁肃去世对白衣渡江的发生 不会有特别深刻的影响 理由如下 鲁肃在初见孙权时提出了踏上策 其中表明孙权集团应搅除皇族 禁伐刘表 静长江所及 据而有之 然后见号帝王 以图天下 由此可见 在鲁肃的规划中 东吴是一定要占有荆州的 为了与刘备形成三分天下的顶足之势 鲁肃劝孙权暂时借荆州给刘备 而刘备拿下西川后 东吴却多次讨要荆州无果 只能智取三郡 所以担刀附会时鲁肃才一政 言辞的数落关羽 表明他这时 对刘备集团的行为也很失望 鲁肃去世之前 刘备还没有拿下汉中 而吕蒙的智取三郡也没有遭到 鲁肃强烈的反对 鲁肃是想在尽量不伤害 联盟关系的前提下 和平的讨要荆州 但是天不假年 如果这时鲁肃尚在 面对刘备拿下整个长江上游 并且没有任何要归还荆州的意思 而自家的吕蒙 又身体不好是个病秧子的情况下 不知他是否会反对这次白衣渡江 因为这次行动对于双方 尤其是东吴 已经是最和平的方式了 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毕竟即使关羽亲自带兵北上 他留下的被兵已经足够让吕蒙不敢轻举妄动了 只能选择使诈 更何况是平时没有战事呢 如果吕蒙仍然在建安25年因病去世 那关羽作为有兼病之心的上游 曾经被吕蒙从眼皮底下制取三军 而且没有见识过能接替吕蒙的陆逊的奇才 很难保证关羽不会在吕蒙去世之后有所动作 更何况即使鲁肃反对行动 孙权只要认同吕蒙 就可以像之前认同鲁肃时 对待要二分天下的周瑜那样 不采用他的建议 所以我们认为鲁肃的去世 不会对白衣杜江的发生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这里的论证是从东吴的立场出发的 他们认为是刘备是借荆州 所以这里全部采取借荆州的说法 吕蒙的白衣杜江为东吴以最小的成本拿下了荆州 但这对刘备集团却造成了毋庸置疑的巨大的伤害 丢了要地荆州 折了大将关羽 又直接引发了之后的一陵之战 这一切几乎粉碎了刘备匡扶汉士的梦想 最终白帝成遗恨 所以很多三国迷在这里并不希望白衣杜江这件事发生 可最终却只能遗憾 因为吕蒙是吕蒙 所以他注定不会从罗冠中的角度看待这一切 最后想为吕蒙申辩几句 就是关于吕蒙道德低下 偷袭盟友背信弃义的问题 在那样的乱世之中 在政治的层面上 集团之间彼此的博弈 本来就充满着各种阴谋 大家谋士本来也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也免不了会伤害到别人 仅在这三国时期 集团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辜负的事件就数不胜数 而孙刘两家围绕着荆州出现的不平衡局面 迟早要解决 吕蒙在当时的情形下抓住战机 设计了白衣杜江的行动 不战而屈人之兵 兵不写任的拿下了荆州 并采取怀柔政策 尽力安抚荆州的百姓和士族 又用类似的方法 瓦解了关羽随行的力量 吕蒙的行为 在盟友道义上 确实是辜负了刘备集团 但在解决荆州的问题上 却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杀戮 之后发生的一陵之战 正面应战的陆逊 杀到刘备仅以身免 比起残酷的一陵之战 吕蒙这样抓准机会 避免了更多人伤亡的选择 还是可以让大家接受吕蒙的吧